来 下菜 一般有五成热左右就可以下了 来 半盛 好 半盛 我来点酱油 酱油没了 我给小伙伴打个电话 让他们送一瓶 不用不用 我去买吧 那行 辛苦你了啊 我们家酱油凭什么你来买 我买瓶酱油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我家酱油我自己买 你什么态度啊 好了 停 别吵了 全是把我发红包 你们两个一人买一瓶 谁要跟他一起去 就好像我想跟你去 在他们眼皮底下谈恋爱好难啊 对啊 装关系不好好累 以后又得回去眼不合了 干嘛 慢一点闭上 干嘛 你也不认真我 可以 安静 走 自己可以 现在 儿子 我回家吧 走 到家了 松手吧 不然 我们再下去走一会儿 可是 我们俩酱油 已经卖了一个小时了 我也知道 但是我还想 你们终于 丁冉 我警告过你不要扔我 我再用点力 你的手就断了 丁叔叔 您放心 我力道控制得很好 不会影响到他做手术 好 酱油我们也买回来了 这小姑娘 勤还挺大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我马上就下去了 你话真的好多 你等一下我不行吗 别欠啊 欠了我粉都掉了 烦死了 我的 知道了 现在就下去了 妈 我出门了 宝贝 你要出去啊 你去哪儿啊 我约了溜溜 哦 溜溜呀 你回来 记得给我买几个面包 好 没问题 喂 森云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喜乐 应该是谈恋爱了 等很久了 嫌我了吗 特别想你 特别想你是多想啊 快来 你别发现 今天我抓了丢了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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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想暴露 我 手怎么样了 还明显 没事了 不说吧 就是谈恋爱了 这个孩子疼 哪儿疼啊 这不挺好的吗 你仔细看看我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样就好了 我还真甜 在这儿就亲上了 这大白天 别太过犯啊 别太过犯啊 你别过去 你慢点 没事吧 我没事 让你别过去 我没事 我今天穿根了 我给我骂 行了 疼不疼啊 我没事 阿姨没事吧 要过去帮忙 你别过去 赶紧收紧我来处理 快走 快快快 喜乐 你看 你看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男朋友怎么跑了 哪有什么男朋友 你看错了 不可能 我也看见了 你说那个男生 一个路人 他来问我路 路人 问路 还搂搂搂的 没有搂搂搂的 江喜乐 你学会撒谎了是吧 别生气 跟我回家 没事啊 别生气 妈 立刻 马上 走 你慢点慢点 我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没事 小心 小心点 江喜乐 你到底跟谁谈恋爱呢 宝贝 跟她说别熏她呀 妈 我又不是高中生了 谈个恋爱 那你还非要刨跟我底子知道人家是谁 万一明天我就分手了呢 我是在意你明天分不分手吗 那你就先别问了嘛 江喜乐 你恋爱对象如果正大光明的话 你至于这么见不得人吗 江喜乐 江喜乐你给我开门 你是不是在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我没有 我 反正我没有了 反正我没有了 江喜乐 我没有开 喜乐不是小孩子 她肯定有现在不想说的理由 有什么理由连妈都不能说 妈 反正我没有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当你和丁叔叔结婚了 我肯定会告诉你们的 别再说了 好了好了 别气了 我真是搞不懂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瞒着 我们爸妈之前又不是仇人 就是因为他们很相爱 所以我才想先瞒着 可 那也不可能瞒一辈子 不用瞒一辈子 我们等他们结婚了 就找个机会坦白 我们在他们结婚之前坦白 和结婚之后坦白有什么区别吗 会影响我们什么吗 不是会影响我们什么 是会影响到他们 以我妈的性格 要是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肯定会放弃跟你爸结婚的 但他们结婚了 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就不会离婚了吗 那不一样 因为我们才刚开始谈恋爱 我们还没到结婚那一步 我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是在谈恋爱 你的人生规划里 还没有我的存在 你们不是要聊怎么解决问题吗 干吗吵起来 你非要曲解我的意思吗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没法继续跟你聊了 我先走了 站起来 你还不追啊 我不想为了这个继续找 怎么了 怎么就走了 怎么样 没事 别管我 怎么回事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 刘刘 你才回来 你赶紧想想办法解决问题 怎么了 怎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